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点轻微的腐痛 这些需要做微肠性检查吗 如果是针对气质性疾病的角度来谈的话 就是你可能不是一个重大的消化道疾病的一个表现 但是为什么要做微肠性检查 因为早期的这个消化道肿瘤都是没有症状的 一旦有了症状明显的腐痛明显的变血 明显的黑便的这种情况出现了消瘦 这是晚期的消化道肿瘤的症状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你再做检查再做治疗 它的预后和得到的结果 对于病人的这个整个身体的恢复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在早期发现这个消化道肿瘤 进行的早期的一个内境下的一个治疗 这病人的预后和晚期肿瘤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不管你有没有什么症状相关的表现 超出40岁以上的人群 我们都是建议你做一次胃肠性的检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